鉴定结果出来以后 所有人呢都被惊呆了 河北省自建省以来 各种大案呢不少 还从没有人听过有开堂摘心杀人呢 这起案件震惊了河北省公安厅 迅速上升为省级督办案件 河北省公安厅认为 歹徒如此凶残变态 说明是一个无人性的杀人狂 这种杀人狂呢 对社会的危害是很大的 务必啊尽快抓获 于是713专案组迅速成立 省里和瓷县调集精兵强将 由瓷县公安局局长王毅林担任组长 省里呢提供了大量的财力人力 当然也确定了限期破案的时间 专案组成立以后的第一件事 自然呢是确认死者身份 根据法医的判断 瓷县立即对一个月内失踪的女孩进行排查 瓷县的人口呢 不过就50多万 是个小地方 失踪人口也是有限的 几个小时以后 警方就有了突破 在6月25日 失踪的刘姓女孩 很可能就是死者 这个女孩啊 名叫刘巧霞 年仅18岁 是本地的刘庄村人 在光路镇安全帽工厂 打工了一年 2004年的6月26日 刘巧霞上午9点多钟离开工厂 去张村啊 找男朋友张金龙 当晚啊 没有回家 刘巧霞的家人呢 连夜找到张金龙家 但张金龙啊 说根本没见到刘巧霞 刘家人紧张之余 集中几十名亲友分头寻找 却啊 毫无收获 无奈下 刘家人一边报警 一边在慈县 到处张贴寻人启事 这啊 快要一个月了 刘巧霞仍然是无影无踪 根据刘家介绍 刘巧霞失踪的时候呢 骑着一辆崭新的凤凰牌女士自行车 刘巧霞比较矮小 身高呢 只有一米五七 失踪的时候啊 上身穿着粉红色的T恤 下身穿着短裤 这同尸骨和现场是高度吻合的 专案组组长王毅林亲自带着刘家的父母来辨认遗物 他们一眼就看出这是女儿的东西和衣服 在刘家父亲的强烈坚持下 王毅林又带着他看了那具白骨 通过警方没有掌握的特征 刘父确认了这就是自己的女儿 知道女儿遇害以后啊 老人们痛不欲生 刘巧霞的母亲当场就晕倒在公安局 送到医院以后啊 一两个月都没能下床 每天打点滴来维持 刘父呢相对坚强 却也气不成声 浑身颤抖 一个月啊 瘦了二十多斤 闻讯而来的 刘家的孩子和亲戚呢 十多个人 在公安局也哭成了一片 看到刘家的父母啊 悲痛欲绝的样子 专案组组长 王毅林心里很不好受 他呀 也是有女儿的人 深知刘家父母受到的打击 千辛万苦的 将女儿养这么大 还养得如花似玉 却这样不明不白的惨死了 谁能受得了啊 作为警察 但他不是神父 王毅林的责任 不是劝慰老人 而是尽快啊 抓住歹徒 还死者 一个公道 意外的是 知道女儿遇害后 刘家父母 刘家父母立即说 他们知道 凶手是谁 他们一口就咬定 凶手就是女儿的男朋友 张金龙 刘父啊 愤怒地说 我女儿 肯定是张金龙 这小子害死的 孩子失踪后 我们多次上门 找张金龙算账 他开始说不知情 没见过人 后来又说刘九霞 去石家庄打工了 还说了几个工厂的名字 我们立即赶到石家庄找人 一无所获 等到回到慈县的时候 张金龙 已经跑到外地躲起来了 你们说 他不是 作贼心虚 干嘛乱说 还逃跑啊 这只是其中一个疑点 还有啊 更大的疑点 刘父说 张金龙啊 和我家乔侠 是初中同学 两人从初一就谈恋爱 因为早恋啊 他们都无心学习了 初二的时候 就都辍学了 我们家的光景不好 女儿十七岁 就开始去厂子里打工了 张金龙的家 相对富裕一些 他的一个哥哥呀 在国外打工 一个哥哥 大学毕业 分配到哪个国家机关了 他这小儿子 家里呀 一向很宠着 他到现在 也没有正式工作 在家一天天的 就是游手好险 我一直不喜欢张金龙 他做人做事啊 吊儿郎当 胆子又小 村里的女人都敢抽的 我反复对女儿说 这种男人呢 不能找 他呀 就是不听的 相处时间长了 张金龙开始厌烦我家乔侠 一来呀 是我家条件不好 张家觉得呀 我们是攀高枝的 二来的 我家女儿脾气 比较爆 张金龙是软淡 又没啥主见 凡事啊 都听我女儿的 张家父母觉得呀 这一旦结婚 儿子可能被我家闺女欺负 不同意 我家乔侠多次要求结婚 张金龙就借口 年龄不够 不能领证 多次拒绝 在农村呢 很多情侣 十六七岁就结婚了 他们不能领证 但半九席也算结婚呢 哪有什么年龄一说呀 这时候警察说 那这也不能说明 张金龙就会杀人呢 警察同志 重要的我还没说呢 六月二十四日 张金龙的邻居 一个女孩牛琪琪 到他家去 喊打麻将的父亲呢 回去吃饭 进门以后 牛琪琪无意中 听到张金龙对表哥说 说马上要去石家庄 打工 借此呀 甩掉刘乔霞 见牛琪琪进来 张金龙就不说话了 牛琪琪和刘乔霞呀 是同工厂的工友 还住在一个宿舍 关系很不错 牛琪琪考虑了一天 在六月二十六日的上午啊 就把这事 偷偷地告诉我们家乔霞了 我家乔霞吃惊之下 不顾上班刚刚一个多小时 连驾都没请 就赶去张金龙家去质问 工厂距离张金龙家呀 很远 骑车也要四十分钟 巧霞就向牛琪琪 借了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 听说巧霞失踪后 好心的牛琪琪跑到我家 说了这件事 牛琪琪还说呀 经常看到同村的一个女孩 和张金龙来往 怀疑啊 张金龙喜心厌旧 勾搭上别的女孩了 以打工为借口啊 甩掉我家乔霞 听了刘富的这番介绍 民警们呢 开始警惕起来 穷生到 奸生杀 感情纠纷是很容易 搞出人命的 那么 如果刘巧霞 跑去张家质问 甚至打闹 张金龙很有可能 恼羞成怒而杀人 然后背到山上 埋掉 这种推论呢 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 刘巧霞失踪后 刘家呀 就去张家 大闹过几次 听到刘家的说法以后 专案组立即部署 抓捕 张金龙 可是奇怪的是 张家人呢 并没有保护儿子 张家的父母 告诉警察 张金龙 就在邻村表哥家躲着 警察呢 立即赶到 张金龙的表哥家 发现张金龙啊 正在和人打牌 见到警察来了 张金龙啊 有些发慌 但是呢 并没有跑 他主动啊 跟警察上了车 到了 慈险公安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